女警偷偷溜进了局长办公室 打开了一份局长才能接触的特有案件 只见里面的照片 竟然和一个叫宋阳的少年有着某种联系 女警有些不明白 自从她当上警员后 局里就一直有个死规定 那就是局长定的案件谁也不准碰 如果说高官金妮也就算了 可最近发生的一起凶杀案 死的明明是一位女性艺人 这又跟金妮沾着哪门子边呢 更何况又跟宋阳有什么关系呢 女警的好奇心顿时涌出 于是她趁着宋阳外出时 偷偷溜进了宋阳的工作书房 而这一看才确信 宋阳果然有问题 你到底是谁 你怎么在这儿 这些都是警局密档的案子 你怎么会用 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知道偷取警局卷宗是什么罪吗 我查过你的档案 十二岁之前是一篇空白 只有局长以上的人才有资格删除档案 那你就去问你们局长 来我这儿做什么 原本宋阳也没想搭理他 可谁知女警又说 她在局长的档案里 见过和眼前一模一样的搏挂吊坠 而也就是这一句话 反倒是让宋阳也产生了兴趣 两人都有想知道的秘密 但又都不敢拿到明面来说 于是宋阳当即提议 她可以帮助女警破案 不过以后警局的信息需要和她共享 女警想了想 最后还是同意了下来 两人也没耽误时间 当晚就来到了停尸房 检查起了今天死去的女人 而只是一眼 宋阳立马发现了一个巨大问题 人一般在死亡后 身体的血液会停止流动 从而形成紫红色的尸斑 可是你看着女人背后 却是白白净净的一片 或者换句话讲 她的身体里好像就没有血液 果然 在对方的脖子处 宋阳发现了两个深深的孔印 难不成 是有吸血鬼吸干了血液吗 从尸体的特征来看 尸血量起码超过了70%以上 是不是跟那小姐的答案说得差不多 是 你这人确实有点没事 然而还有个问题很困惑 死者在生前遭受过侵犯 可浑身却没有一处汗液残留 就连周边也找不到任何毛发 反而是在现场 发现了一些动物的粪便 听着女警的报告 宋阳瞬间想起了一个极其罕见 但是却出现过的特殊体质 那就是无汗症 由于汗液常年无法得到正常的分泌 导致星辰代谢失调 骨皮质增厚 最后连骨髓的造型蒙蓉都停止了 然后 然后怎么了 它就常年以吸血为生 那不成吸血鬼了 宋阳又突然想到一点 一般得了无汗症的人 都会十分的讨厌阳光 所以会经常打扮得神神秘秘 用厚重的衣服来将自己裹起来 所以 如果能在医院或社区里 找到类似行为特征的 说不定就能大概率找到嫌疑员 而经过对案发周围的大量走访 还真在一处孤儿院里 打听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 只是 但是这个故事却听起来十分恐怖